做俯卧称个数能测试男性健康风险 45岁左右一次做几个算身体好 如果一个人每天坚持做100个俯卧称 一个月后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 国外有一家公司的两位员工做了这项挑战 一位叫Logan的挑战者开始进行挑战前能做25到30个俯卧称 而另一位叫Emile的挑战者刚开始最多只能做10个俯卧称 两人此前都没有健身习惯 接受挑战的第一天 Logan一口气做了40个俯卧称之后 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 后续他又继续分三次 每次做20个完成剩余的60个俯卧称 花了约40分钟 而Emile第一天只完成了85个 经过两人的努力和坚持 到了第五天 Logan和Emile都能完成100个俯卧标准的俯卧称 而且Logan明显感到了肌肉状态的改善 兼职挑战30天后 Emile表示自己觉得身体更健康了 身材也更好了 饮食也变得越来越健康 而Logan表示觉得自己的姿势有所提升 而且胸肌腹肌线条更加明显 一位哈佛一口气做40个俯卧称的男人 这项能力更强 有研究发现俯卧称做的多的男人 心血管疾病风险更低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JAMA子刊上的一项研究 通过对1104名平均年龄为39.6岁的男性现役消防员 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 结果发现80个每分钟频度内做40个以上俯卧称的人 比能做10个以下俯卧称的男性 10年内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96% 俯卧称是一项最简单的肌肉力量测试法 通过俯卧称能够锻炼胸大肌 腹肌 公三头肌 背肌等肌肉群 经常做俯卧称能收获以下好处 1.减缓骨量流失 美国运动医学会和心脏协会建议 老人每周至少要进行两次力量训练 以此来减少骨量流失和肌肉流失 2.提高身体平衡 适当进行俯卧称锻炼能提高身体的平衡性 更好地防止老人跌倒 让身体更健康 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3.降低疾病风险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通过对3万多名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 进行了长达15年的随访调查 结果发现每周进行两次以上力量训练的老人 死亡率要比其他人低46% 患癌症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更低 既然做俯卧称有这么多好处 40岁到50岁的男性 每天应该做多少个才合适 年龄在18到30岁的男生身体处于巅峰期 一分钟内做35个俯卧称才算合格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会下滑 一般每隔10岁要减少5个俯卧称 因此40到50岁的男性 一分钟内做25到30个俯卧称算合格 二 做俯卧称时掌握4点技巧 效果会更明显 说起来 俯卧称是一种不需要借助任何器材的一项训练 而且能够锻炼胸部 肩部 手臂等多个部位的肌肉力量 还有身体其他部位也需要用力 因此属于一项比较全面的锻炼运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 骨科副主任医师王长 做俯卧称需要注意下面这几点 一 选择合适的掌距 俯卧称之前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掌距 建议双手臂向两边伸直 自然与肩同宽 肩距不超过35公分 二 保持腹部紧绷 俯卧称时 一定要注意腹部紧绷 以免腰部向下踏去 导致效果不理想 三 俯卧称前要注意内收肘部 为了避免肘部过开 肩部用力过猛 影响锻炼效果 建议要内收肘部 四 保持肩部后收 为了更好的锻炼胸肌 建议俯卧称过程中 要保持肩部后收 初学者在进行俯卧称时 建议每天坚持二到四组 每组做十个 之后休息一到二分钟 再进行下一组 在试运后逐步加量即可 但对于儿童和老人而言 不建议做俯卧称 儿童还处于骨骼生长为主 尚未进入肌肉生长高峰期的发育状态 过早的练习俯卧称不利于身体的发育 老年人处于没有锻炼习惯的情况下 做俯卧称时会摒弃 容易增高胸内压 腹内压 使得血液迅速从腹腔流向心脏 造成血压急剧升高 三 英国研究65岁后运动能力关乎寿命 随住年龄的增长 人的运动能力也会减弱 但你知道吗 运动能力的衰退速度可能关乎寿命长短 法国学者本杰明 兰德雷领导的研究团队 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指出 65岁之后 运动能力越差 死亡风险越大 研究人员对6194名受试者进行了十年的随访 并在期间对他们的步速 作战能力 握力和日常活动困难程度等运动功能 进行了三次评估 结果发现 步行速度差 死亡风险增加22% 作战能力差 死亡风险增加14% 握力差 死亡风险增加15% 日常活动困难 死亡风险增加30% 而且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得出 去世的受试者在去世前的4到10年间 运动能力都开始出现衰退 如果你已经年过65岁 能够做到以下4件事 说明你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 可能会活得更久 一步行速度 五秒走三米 人在步行时需要身体60%到70%的肌肉群参与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步速快慢能预测寿命的长短 老年人如果五秒走不了三米 但可能肌肉萎缩严重 死亡风险增加 二 握力强弱 不低于25公斤 握力强弱反映的是上肢力量水平 据加拿大迈克马斯特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 握力每下降5公斤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17% 心脏病发作风险 中风风险分别会增加7% 9% 男性在65岁以上时握力应该不低于25公斤 三 作战能力30秒内完成25次 作战测验对于老年人来说 能测验下肢骨骼肌肉力量等 如果站在椅子前双手交叉 反复站立坐下 能在30秒内完成25次以上 那代表下肢骨骼肌肉量还不错 四 日常活动 闭眼单脚站13秒 日常活动能反映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 男性如果闭眼单脚站立能坚持13秒以上 那说明平衡力还是不错的 研究发现俯卧称坐的个数多的人 换心血管疾病 癌症的风险比坐的少的人更低 不过做俯卧称一定要掌握几个技巧 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 或者说明平衡所发现俯卧称 目标准 解除4 比较 飞